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熔弹量275发 射速极快 American 180冲锋枪的复古设计 1960年 American 180冲锋枪被设计而出 它的原型是在1960年代初期 由美国的枪械设计师 理查德·卡素所构思出来的一种超大容量 小口径武器 这种枪装填一次弹药 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设计 有意思的是 该枪虽然由美国人设计 但最初却由与国公司签订 外包生产合同的奥地利公司生产 然后再由位于加利福利亚州 克里斯多佛联合公司进口到美国 American 180主要有两种长度的枪管 标准型为406毫米 缩短型为229毫米 另外还生产有长356毫米 和470毫米等可选枪管 更换枪管很容易 在机辖底部的抛壳窗前方 有一个固定枪管用的大型罗帽 悬下这个罗帽就可以拆卸或更换枪管 American 180没有配枪口制退进 事实上也不需要配 仅个别型号配有销验器 229毫米和356毫米的枪管加工 有安装销验器用的罗文 American 180冲锋枪中的180指的是 其圆形枪弹盘的容量可以达到180发 整枪的设计比较简单 于开设了290半自动部枪类似 机辖采用一整块钢板加工而成 下部是扳机机构和我吧 尾部尾取自1921汤姆森冲锋枪的枪图 乍一看 American 180就像是将苏联大盘机弹盘 装在了汤姆逊冲锋枪上一样 抛壳口则位于机侠下方 不过American 180的弹盘 却与DP轻机枪有所不同 由于2222弹的尺寸较小 且本身追度并不大 因此American 180的弹盘 为每一列弹药都化出了一个容槽 好处是 在此基础上可能加要层数来提高容弹量 American 180在枪口上 没有配备枪管制退气 毕竟小口径武器也没有配备制退气的必要 倒是有一些型号配上了硝烟器使用 在枪口上方 设计了一个可更换的柱状连护翼机械准星 后部是固定金属缺口式罩门 也为其弓弹方式围上弓弹 所以当使用比较高的大容量弹鼓时 必须得换上较高的准星和罩门才可以使用 其罩门为安装在一个厌尾槽上的可调高低和封偏罩门 也可以换成红点瞄准镜或低倍率瞄准镜 作为参考 美国警察的标准配置是 一支9毫米手枪加三个弹匣 被弹共46发 可想而知American 180冲锋枪到底有多能够 别的警察被弹都打完了 手持American 180的警察可拿在突出度 American 180的长度为900毫米 枪管长470毫米 空重2.6千克 有效射程100米 采用最简单的自由枪击式原理 分为单发与全自动两种射击模式 American 180的最高射速可达1200发分钟 而22.2弹的装药量小 后座力较为柔和 所以它的子弹散布点相对密集 精度很高 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 如果祭出一支American 180冲锋枪 能够轻松对敌人形成火力压制 当然 A 180也有缺点 装药量越多 代表装填子弹耗费的时间也就越长 70年代可没有什么自动装弹机 全靠警察们手动将子弹一枚一枚压入弹盘 标准180发弹盘的装填就要耗费15分钟 更别说275发扩容弹盘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